欢迎收看今天什么Case 你好我是阿罗 你好我是Cece 你好我是阿神 好今天要跟你聊的这个事件呢 是秋叶园的财额事件 那想问一下你们有去财额过吗 没有咧 我有试过 我在中国应该是成都的时候 因为成都是很出名哦 他们叫掏耳朵嘛 对 感觉怎么样 啊非常棒 对 我就是要下次一起去 就每个星期或这两个星期 可以去一次那种 故事的背景呢 是发生在日本的东京 一个叫做秋叶园的地方 那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咧 那个地方就开始流行起财额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挖耳朵 有一个比较传统的 比如说穿浴衣啊 和服的那种 就特别受欢迎 其中大多数啦 都是把那个头 整在财额石的脚上面的 哦 因为可以更 很靠近 对对对 就直接这样子帮他掏耳朵 然后过后可能 会简单聊个天啊 可是应该不是那种 情色服务之类的吧 对他没有提供特殊服务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 叫做江靠美宝 他出生于1988年7月 他只有高中学历 在19岁的时候呢 就进入了秋叶园的 某一间财额店工作 那他才刚进去那边 是2008年的1月份 他的学习能力就非常的强 所以他很快地获得了很多顾客的青睐 就很多人喜欢他 因为他非常的和蔼可亲 而且跟顾客也聊得很开心这样子 所以就有很多的回头课 所以他单单做了一个月呢 其实业绩就是最高的 而且收入非常可观 一个月将近有68万日元 但是呢 可能他不是那种超级美人 不过对于财额石来说呢 他算是那种可爱的 甜美的类型 亲切类的 那故事的另外一个主人公呢 就是零共二 那在美宝他工作了一个月之后呢 这个零共二就在网络上 找到了这间财额店 就觉得说评价非常好哦 就想要去试看看 所以呢 他就化名吉川 去预定这个服务 他是住在秋叶园的千叶市 其实距离那个财额店呢 是蛮长一段距离的 40公里 那他是搭电车过去的 那距离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单程哦 所以来回的话要两个多小时的其实 特地一个多小时为了去财额 是是他想去试看看嘛对不对 那这个美宝工作财额店呢 其实他有很多back cash的 当然就有比如说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的话呢就是2700日元 差不多马币80多块钱 一个小时的话呢就是4800日元 将近140多块钱 算是合理的吧 对如果那边的生活水准来说是 然后呢 那如果你有额外的一些 比如说你要指定店员的话 就要加钱哦 500日元 那林工二呢就在第一次去 关顾的时候选择了一个小时的 这一个服务 他第一次看到美宝呢 就深深地被他吸引了 觉得他很可爱 一见钟情哦 对对那 过程呢就非常的顺利 而且他觉得聊得很开心这样子 于是呢过几天 他又去到那个财额店 加钱指定美宝帮他服务 明白 当然他去的次数呢就越加频密了 有空就会过去 从一个星期原本星期日过去 到星期五星期六一个星期三天 当然要提到的是呢 其实财额这件事情是必须要很谨慎的 因为如果你很常去财额的话 其实会造成耳朵上面的一些伤害 那美宝呢他可能也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在那之后呢 他也就决定讲说不再帮他财额了 就是讲说他很常来嘛 但是还要服务他 所以呢每次来的那个时间 就是一些聊天啊 看DVD啊 又或者是吃零食 单纯的 就很像交朋友这样子 但是这个付费交朋友也变成 对对对 就变成讲说呢 他真的就是醉翁之翼不再久咯 那再有一次呢 他最长啦是待过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在里面就是看DVD讲话 就纯粹跟他聊天 就好像partout这样子沟通 那是个付费的 可是他可以这样子book掉美宝的八个小时 可以啊给钱啊 可想而知其实他的财力是非常雄厚的 ok 在7月15号的时候也就是美宝工作了将近六个月 这个时候呢 林宫二他就请家提前去了这个美宝的工作地方的附近 等他上班 当然这一次呢美宝就觉得有点怕了 因为他不希望呢跟店里的顾客有店外的一些接触这样子 所以就把这件事情呢就跟他的店长讲了 希望店长呢可以干涉一下 就是限制一下他的这个举动这样子 对他约束 在11月份的时候呢 也就是他们认识半年多之后 美宝就被派去了新宿的分店工作 哇这个时候林宫二就急了 找不到人哦不在哦 他就一直去打听咯 我才知道说原来他就是换了一间店工作 所以他就决定追随美宝 从他们认识开始呢 林宫二总共找了他才有154次 我半年之内 对半年多这样子 他的耳朵应该真的快烂了 对最长一次呢是连续九天跟美宝一起相处 连续九天哦一个星期多这样子 所以他们认识久了之后呢也不再用禁语了 就是很casual的 而且这一种呢只有是很熟的朋友才会这样子做的 那这个举动呢就给了林宫二很大的一个很像希望这样子 明白 于是呢他就在一次机缘巧合下就问到美宝 他就想说 你觉得我长得怎么样 是不好看普通还是帅 这个时候美宝呢因为不想要得罪他 应该是讲普通吧 对因为顾客嘛对不对 所以他就讲了一个 这个回复我觉得有一点点的 一点点他讲说中等偏上一点 哦okay 就是有礼貌我觉得蛮有礼貌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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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可是这一番回应可能就给了林宫二一点希望咯 哎呀对之后呢林宫二就提提出很多次的要求 要在店外约会 不过呢都被美宝拒绝了 当然美宝拒绝的理由呢他就讲说 嗯因为店里面不允许这样子的这个规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咯 所以林工儿就很生气 直接去找店长理论 当然结果就是不缓而三 那林工儿呢 为什么 就一直提到她 我们要聊一下她的故事背景 她其实是毕业于 某间电器专业学校的 她在一个配电设备公司工作 在那边做电力设备维修工 其实她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她被她的老板称赞讲说 其实是蛮内向 但是很认真 但是也不善于交际 每次的聚会呢 她都是站在角落这样子 到隔一年2009年的4月份的时候呢 因为她太频繁去店里面了 所以呢 她就被那个财尔店 列为说不受欢迎的顾客 哦 黑名单 她就不能再过去了嘛 所以呢 林工儿就很伤心咯 她就一直打电话给美宝 发信息道歉啊 讲说对不起啊 什么之类的 但是美宝还是不理她 所以呢 这个时候她就跟踪她回家 她知道她住哪里了 所以几天之后呢 她就开始在她家附近 等她下班 7月19号呢 就是她第二次在她的家外面等她 因为第一次跟踪嘛 然后过次等她呢 她就跟她碰了面 她就跟她讲说 我整天睡不着觉 我还想去店里可以吗 美宝当时候呢 她就吓到了 她马上去到附近的便利店报警 警察到场之后呢 当然林工儿就跑了嘛 因为美宝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 所以她也不追究咯 再过了几天 一个星期多 第三次骚扰 不过这一次呢她去到美宝家 是不是被美宝的母亲看到了 然后母亲呢就马上打电话 跟她女儿讲说 你带带踩的电 不要回家先 明白 所以这一次呢 她们就没有遇到了 因为种种这样子的拒绝啊 打电话啊什么 她都不接嘛 所以这个时候呢 林工儿就萌生了一个很邪恶的念头 她就生气了 对她生气了 两天之后呢 她起了个大早 她就把几个工具 垂头 菜刀 水果刀 装进包包里面 一早去到了美宝的家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 美宝家没有关门 她就开门进去了 然后就看到了 她78岁的祖母 那个时候呢 她祖母就来不及反应嘛 就把她干倒了 她就去到楼上 接着去找这个美宝的卧室 那美宝呢 也被祖母的尖叫声惊醒了 她也是在一个 没有准备 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被林工儿捅了十二刀 当然她也倒地了 在家里面呢 除了美宝跟她的祖母之外 还有她的母亲跟弟弟 对 然后过他们看到两位倒地之后呢 马上出门去寻求邻居的帮助 这样子啊 报警之类的 那这个时候呢 林工儿在犯案之后 她没有着急离开 而是坐在原地呢 她的目光呆滞 感觉像不懂发生什么事情啊 然后在那之后呢 是过了几分钟 她才站起身 去到浴室洗手 然后把衣服脱掉 才走出家门 她很冷静耶 因为可能有当时是一时冲动 所以她也不清楚到底 自己干了什么 对对对对 她出门的时候呢 其实警方已经在她的家门口等她了 明白 所以她就当场被逮捕了 那七十八岁的祖母呢 就当场离世了 那美宝呢 在送往医院之后呢 暂时的保住了性命 不过在一个月之后呢 还是离开了我们 林工儿之后就被告说 故意杀人罪 当然林工儿呢 她也承认罪行 她也很贪 就是很诚恳的向家属道歉 谁能讲说 她只是一时冲动 才犯下这样子的错误 所以最终呢 她是以无期徒刑 被判了这个案件的 对对对对 这一个case呢 至此就告一段落了 这算是一种 自我催眠的一个案例 因为有始至终 其实美宝也没有给 跟她讲说 她对她的表明什么态度嘛 而且所谓的暧昧 刚刚你这样子提的话 我也没有觉得太过分 比方说 要求对方为自己做一些东西啊 然后利用她的爱 然后没有她完全没有 只是不懂如何拒绝而已 但是其实我觉得最有问题的 就是财耳店经营的这个模式 她不应该让顾客 躺在这个财耳师的腿上面 因为可能她只是服务的一种 过度的亲密接触 会让这个顾客造成一些就是 对 自己的想象 又或者是讲说 其实他们财耳店应该要 令家规定讲说 去那边一定要财耳 因为有些 对就是他们其实不应该 让这个客人在那边这么久 八个小时了 因为他们愿意 愿意收他的钱啊 对对对对对 而且可能每个财耳师都有自己 所谓的commitment 他需要有多少kpi之类的 好啦 今天的这个七位元财耳事件的这个case呢 就到这里跟你分享啦 呃 当然 嗯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嗯哼 要有距离感 不要财耳 没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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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要 还是要财一下的 听不错了 不要恋爱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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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